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张祈腾 台北大学社科院USR计划 媒合的在地团体与校内社团 在今年岁末办理了一场 圣诞点灯与音乐会活动 吸引了400多位民众 师生与佛伦社社团 一起来参与 下期就带您一起来欣赏 今天由台北大学社科院USR计划 跟北大光荣等九个佛伦社 一起合办圣诞点灯 及北大光荣节的活动 这是过去第三年持续办理的活动 那有这颗圣诞树 就串起大学跟在地社区 此间的关系 所以台北大学在过去四年来 陆续办理的大学城系列节庆 已经有16场 从玩具节 童话节 老大人音乐节 圣诞点灯 我们希望从年初到年尾 都有台北大学跟社区 共同合作的活动 那共同来促成台北大学城 真正的推广 真正的推广 熟悉的月笙在台北大学校园内响起 由社科院USR计划 梅合了九大福伦社 一起促成了圣诞点灯 及管约节活动 邀请了北大特区内的民众 一起来参与 其实我们福伦社是一个助力 希望说梅合大学跟社区 一起让我们的台北大学 跟我们台北大学特区 这个地方能够更不一样 第三年的北大管乐节 即圣诞点灯活动 管乐团指挥周嘉宏带领团队 演出多首古典名曲 与流行音乐组曲 以及应景的圣诞歌谣等等 听到一首首首席 却又多了些创新元素的旋律 各个年龄层听众 都沉浸在悠扬的乐音 尽情享受愉悦的假日时光 我想台北大学很乐意 做这方面的努力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社区的基民 我们社区的各种的组织 还有我们区工所 可以一起来努力把台北大学 跟社区的结合做到更紧密 更踏实 大家同乐共享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 新北市永和大城岛一包居住 老旧社区都更案 其中第二单元部分 历经了近十年的整合新建 终于在今年十月份入住 为了庆祝在新家度过 第一个圣诞节 特别举办了庆祝活动 一起来感受社区住户的欢乐气氛 新北市永和大城岛一包居住老旧社区都更案 盛开大地社区开场 过去老旧的大城社区 如今成为装潢明亮 空间宽广的新社区 跟着圣诞节脚步来临 首届住户管委会举办第一次的圣诞晚会 为了等新家落成 朱朱花了近十年的时间 这首歌真的非常不可 因为这个重合案本身就很难整合 在整合的过程中 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刚好那个建商 就是甚至建设 永和的老牌建商开城建设 他们很认真很认真 在沟通斡旋处理这一块 然后也得到永和区区长 跟永和区公所的一个帮忙 所以还有那个 延北凡延运员的帮助 所以很快的就把这个杜根案谈妥的 然后房子盖起来 祝福大家晚会顺利圆满成功 感谢大家 当年推动大城岛一包老旧社区都更 永和区民意代表幕后皆有参与 第一次圣诞晚会 包括立委林德福 新北市议员连斐凡等人 都到场献上祝福 而都更案还有其他社区单元将进行开发 未来搭配上交通便利临近学校公园等优势 社区的房价还是有上涨的空间 这个案子的房价这本我们永和 大概算是排进前三名没有问题 目前房价是位于高档 那我们这个建的外表很气派很宏伟 再加上地点不错 有公园啊 有河岸的景观 然后为了捷律站也会在旁边 所以它是生活机能非常好的一个建案 那如果管理得好 管理得当的话 它的房价应该是往上的 有很多的那个石油籽 他们都不愿意 轻易的在这个时候卖出去 他们会期待未来还会有高价 都更后的住宅大楼 住户形容像是住饭店一样 等待这么多年是值得的 目前社区房价大约一坪60万元左右 已经是永和房价排名第三高 如未来其他单位都能顺利都更 更会带动这一代的发展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导 新北市符合诗子会 由一群女性朋友组成 发挥女性温柔力量 女力做公益 特别捐赠了购买生活物资 给土城一代的弱势长辈 而他们选择做公益的地点 有一位三星阿嬷 一周三天固定主食 提供给附近的长者食用 但是共餐的地点选在公园 也引发讨论 满满一桌子的餐点 还有生活物资 全都来自新北市符合诗子会 这群女性室友的心意 在睡末年中之际 关怀弱势加护 特别制掏腰包 买了各式的名声物品 加上水果要送给他们 还有围京女王之称的烘焙达人 提供手作面包 带来满满的关怀温暖心意 我觉得吃就是要吃饱 然后我希望就不只这个单位可以吃 然后其他的单位 我们也能够提供相同的服务 这样子 但他们吃饱其实在冬天很重要 对而且冬天 民以食为天嘛 所以我觉得吃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最主要是这些老人 因为年轻人都在外面努力 然后有我们陪伴他 他会最开心的 我们造成一盘 符合狮子会挑选的这一处地点 由一位善心阿嬷提供一周三次的共餐 来这里用餐的大多都是边缘户 条件限制的关系 无法领取政府相关补助 但阿嬷的爱心餐点选在公园举办 用餐环境相当客难 受邀参与符合狮子会爱心活动的 新北市议员林金杰表示 公园不适宜举办共餐 后续应该讨论如何协助阿嬷改善用餐的环境 一道就是说这是一个公园不适合办 必须还是要移到室内去 那因为室内在这边的一个活动中心 都已经的课程都排满了 那也有其他的单位在办活动 那阿姨也是讲一个说 那祝楼上就来这边 这样子会比较方便你 那金杰也会长期来关注 把这边的环境弄好 岁莫寒冬符合狮子会团结女力 结合地方阿嬷的关奈力量 带来民生必须物资 懂得边缘弱势加护的困境 让他们能够得到关注 温暖在心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很多民众都有在医院后诊 花了很长的时间等待的经验 为了提升服务品质 恩主公医院开发了APP软体 让民众能随时掌握看诊精度 我们目前来讲会结合 像停车大声工 然后我们会停车一指腹 然后会 还有像刚刚的健保健康存折 对目前就是我们大概 就这部分都是有整合的部分 民众后诊时最为人诟病的 就是长时间等待 人潮积满后诊区 不但耗费患者体力 又浪费时间 恩主公医院为了改进 后诊时间太久的问题 开发了手机APP软体 让民众掌握看诊精度 不必在现场久后 所以我们首先改三部分 就想说是不是在APP上面 能够提供比较好的一个 即时的资讯给民众 所以在门准的APP上面 我们就会 除了一般的挂号基本功能 有之外 我们也会在上面再增加一些 比如说像那个 目前的看诊进度 那甚至民众可以设定说 到几号的时候 就主动推播提醒他 已经看到什么号码了 比如说现在如果说 我想知道神经内科 目前能看到几号 甚至上 事实上可以说 我们点击下去 给我更详细的 我们通过颜色 比如说未报到的有两个 已经报到的 对 现在这三个还没有看 目前这是开到第51号 除了看诊精度 及时推播资讯外 恩主公医院也结合了 停车资讯 公车资讯 让民众不管是来医院 或是回家 都能够掌握时间 不浪费 考量到说民众过去来 我们的满意度调查觉得停车很不方便 所以我们也会结合 所谓的那个停车的资讯 让民众从手机上就可以知道 恩主公医院附近还有哪些停车场 目前停车的位置 还有是要几个空位 然后就方便他过来的时候 他就可以比较容易找去规划 他的一个比如说他的交通安排的部分 那有很多民众是搭公车 所以我们也会结合附近的公车资讯 所以他透过我们APP 他也可以知道说 到恩主公医院有哪几度的公车 目前公车到站的时间 我们都可以利用这样子来去 透过一个APP 就可以让他这些讯息 都能够收集的到 就给你一次付 就是我只要刷我们的 缴费单上的QR Code 就可以去进到这边去做缴费的动作 为了改善民众就义 花了太多时间在等待上 恩主公医院贴心的结合了 各种资讯设计了手机APP 让民众在时间的掌握上 能够更加的精准便利 也欢迎有需要的民众 可以下载并多加利用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 一年一度骇翻天的 新北欢乐夜战城开城 除了拍美美的照片打卡之外 这里还是百货公司一级占区 我们记者特别整理出 各项优惠及美食 还有全台独家的甜点展 带你一起来逛逛 今天我又来到夜战城附近了 但是今天我没有要逛夜战城 我今天要逛百货公司 你知道吗 其实在这个板桥车站 夜战城附近 百货公司也是一级占区 有蛋圆板小圆板 还有立宝白货 今天呢我就跟公关柜姐们 就是问到说 你们今天有什么优惠啊 还有值得逛的短柜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挖宝 全台湾这个品牌就只有在板朝的这边 是有做优惠的 过季开卖出清这样 一折优惠的还有这个领带区 1290一折 至少129块就买得到了 三百六十九块 哇 大开眼界了 大开眼界了 这个人1690一折 咬手290两折 差不多六百块吧 这个洋装好漂亮 粉色真凶饮料 好好看 好好看 要性感受 就这样 好的头型 然后来做成吐司的样子 而且最近还推出了一个很特别的草莓限定口味 上面有我们的草莓果实 所以真的香气是蛮逼人的 他们这边也有推出圣诞节的一整个set的礼盒 大概是五六百块 不只是猫咪吐司以外 还有这个猫爪 麻德莲 它吃起来就是像小蛋糕的口感 有点淡淡的柠檬香味 这个是猫咪尾巴丹麦 透明的收纳包 摸起来整个 整个好热好可爱 好想把这整个柜都带回家 把家里全部摆满 我眼前的这座 是香肩做的千层蛋糕 然后它是绑上一个椰蛋树的外形 这绿色配上 然后让层层叠起来 看起来就超好吃的 是层层的层层分明 但是非常的好吃 搭配那个葡萄干的味道 真的非常好吃 让它酸酸甜甜 真的一定要来这一关 试试一下 好可爱 这个身为一个少女是无法抵挡的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 那希望大家来逛耶诞城 不只逛这里 还可以逛旁边的百货公司 还有呢 喜欢阿萱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给你所有的亲旁好友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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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点是三卓八号集穿节看阿萱影片 有看会知道哪里有好康 拜拜 今年的新北欢乐耶诞城市历年来 占地最广的一届 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攻略整个园区 而在府中站附近有一家相当有特色的親子餐厅 明亮舒适的环境和造型口味都令人一量的侵蚀 还有各式DIY体验及说故事课程 成为网友狂推的亲子餐厅 在板桥府中站附近 有一间相当有特色的亲子餐厅 走进来先看到的就是一座 小朋友最喜欢的鞦韆 接着是两层楼高的风潮绿滑梯和球池 小朋友们钻来钻去十分的开心 老板娘说当自己有了小孩以后 都会希望外出的时候能有一个小朋友玩得开心 大人可以安心休息的地方 于是就打造了一个这样的空间 并且提供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安心使用的亲食 这里的每一道餐点都是老板现场调理 减鹽少糖尽量呈现食物的原味 像是这一道软发起司塔 就选用了各种不同的食材 让小朋友能够酥果 起司肉都吃得到 一次满足孩子的需求 我们就是希望小朋友用这个餐点的话 一次用就可以吃到他们所该要拥有的一些食材 比方说蔬果类的部分 或者是肉的部分的话 我们还有鲍鱼的部分 起司的部分 这个在一个套餐里面就全部通通都可以吃到 对所以对小朋友来说营养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这个一份餐点的话 小朋友就一次就可以满足这样子 另外像是以可爱造型吸引小朋友目光的 淡淡起司松饼宝宝餐 动物造型的吐司和小鸡造型的沙拉 可爱指数都报表 另外一道人气料理Oreal巧克力松饼 从面糊开始就是特地调制 配上顺口不腻的鲜奶油 也是大人小孩都喜欢的餐点 老板表示 饮料也是选用新鲜水果搭配牛奶馅打 要让小朋友吃得健康 有家长就说这里离府中站不远 各项设施又很充足 下午休息吃个点心 晚一点还可以去耶诞城走走 这边的设施就是很新颖 而且很明亮 然后感觉防护措施都很好 我们就不用担心小孩子会受伤 小孩子爬上爬下都没问题 然后我就可以跟朋友安心吃饭聊天都很开心 因为这边离府中站蛮近的 就从府中站走过来然后下午吃一吃 然后等一下就可以去板桥夜战城 然后都蛮方便的 你们会躲起来让妈妈找不到吗 那还是你们的东西会藏起来找不到 对 除了各种游乐器材 店里还会依照季节举办不同的说故事或是扮装活动 黄小姐就说在这里可以放心的让孩子玩游戏或是DIY 爸妈也可以稍事休息 老板也会搭配故事设计活动 让小朋友到整个店里去探险 动动脑也动动手 他还经常会办一些活动 可以就是讲故事跟小朋友互动 然后做一些手作之类的 然后爸妈就可以自己很轻松的在这边用餐 然后小朋友就可以暂时的放心交给他们这样子 平常除了我们有一些玩具啊教具啊这些或者是一些小活动的部分以外 那其实我们平日有时候也会开一些课程 就是也是专门为小孩子去做设计 所以其实我们那些课程我自己孩子也都会参加 那像今年的圣诞节部分的话 我们也会有推出一系列的一些活动 店里还有小朋友专用的游戏空间 各种邮具一应俱全 不管是小男生还是小女生 都能够在这里找到适合的玩具 不仅小朋友流连忘返 家长也能够在一旁喝茶聊天 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 记者赵世渊板桥采访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T按赞 GNG是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收看 我是张其人 祝您一切平安 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